1月7号蔡徐坤与上海一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纠纷案二审在上海市二中院审理 此次上宿人一海影视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 被上宿人蔡徐坤代理律师当庭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 希望维持一审判决 蔡徐坤与一海影视经济合同纠纷从2017年8月30号立案以来 经历了四次庭审 双方代理律师重点围绕蔡徐坤与一海影视签订的独家经济合同 是否应当解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看过了新闻希望小哥哥能尽快解决案子 事业红红火火哟 快到